哪怕是被迫的对华出手一样得打 中国是时候该掐着澳大利亚的七寸 美国战舰都开到了家门口 各位好 欢迎来到超特点观察室 最近一段时间澳大利亚也挺活跃的 在和美国主导史上规模最大的护身军刀 2023联合军演举行之际 接连对华出了两招 第一个是澳大利亚政府公然利用外国投资权力 阻止了一家与中国有联系 在美国注册的锂产品的公司 收购澳大利亚矿业公司阿利塔资源公司 而其实值得注意的是 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制造锂矿产品 而且中国我们都知道是锂矿大户 资源储备而且加工技术都是世界一流的 如果中资能够注入澳大利亚企业 那对澳方来说绝对是好事 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锂矿加工的问题 一直以来虽然澳大利亚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但是锂矿资源市场却是被中国给常年占领的 以至于澳大利亚的加工技术很成问题 在这个背景之下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市场对锂电的需求越来越大 要是中澳两国能够联手合作 可以说是强强联合 但是没想到前脚澳大利亚刚答应的好好的 这后脚就反悔了 在澳大利亚政府阻止一起与中国有关的收购案之前 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黄英贤刚与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了会面 期间还特别想就这个收购案展开了交流 谁曾想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戏码这么快就又出现了 显然澳方硬可是抛弃 甚至是损害自身利益都要与中国站在对立面 究竟原因不排除是与其背后的美国有关系 前面说澳方接连对中国出了两招 而这后边一招跟美国有关系 有消息说美国海军战舰堪培拉号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入役 这是美国海军舰艇首次在外国港口入役 足以说明美国的目的不简单 美国军舰为什么要取名堪培拉 又为什么要在澳大利亚服役 实际上要说起来 澳大利亚是美国围录中国的第二个重心 第一个就是日本 这些年来 由于中国在多个领域的迅速发展 美国出于担忧和忌惮 开始想尽办法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 包括联合世界上多国对中国进行围堵 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后 美国就更加不掩饰的对中国的敌意 而如果说美国在中国周边画了两个圈的话 那么除了澳大利亚的第二岛链的核心之外 日本就是第一岛链的核心 所以早之前外界就表示 因为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 美国既然想要对付中国 就绝对不会放弃澳大利亚 在关键时刻 澳方很有可能是那个关键的后勤保障 也因此可以明显的看到 美国逐渐的增加了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澳库斯这个军事同盟 美英两国之所以坚持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 根本就不是想要帮助澳大利亚增强军事实力 而是想要通过澳大利亚压制中国 只有这样 美国才能继续保持维持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感 所以不管是日本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国家 对美国而言都是棋子 或许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拒绝跟中国企业合作是巨大的损失 但是如今澳大利亚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毕竟美国的战舰都开到你身边来了 而作为美国的小弟 澳大利亚只能被迫地成为美国一个附属国 当然即便是被迫的 但是澳大利亚某种程度上 还是把中国逼到了不得不反制的地步 其实如今中国也是时候该敲着澳大利亚的七寸进行反击 想贸易了 旅游了 移民了 总之澳大利亚一天没办法摆脱对美国的控制 我国就一天不会对澳大利亚抱有幻想 线下有一种澳大利亚被美国卖了 还是要替美国买单挨中国打的感觉了 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 留下你的精彩评论 感谢观看